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 那个主动挑衅齐团长的中国面孔 到底是不是流亡藏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我相信看过了那段视频 就是齐团长在河边站着 然后被一群印度人士兵冲过来 其中有一个人 一个印军上尉 主动的冲到齐团长面前 表现的非常嚣张 非常挑衅的一个脸 很多人看完那张脸之后 第一反应 如果说不看军服 不看头盔等等 那个脸像个中国人 然后后边又有很多分析 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 流亡藏人的印藏部队 因为印藏部队也是规模庞大 所以也是印度人经常使用的一张牌 特别在我们藏兰地区 他反复使用这样的一支部队 作为先锋 说是炮灰也好 说是为了当地行动 树立自己的这种 所谓的民族正义感也好 都是印度人长毛一张牌 但是呢 最近看了个资料 我才发现 这个人原来根本都不是 我们说的这个流亡藏人 而是印度东北地区的 那家人 那家人呢 这帮人实际上跟传统的印度人 完全不是一个民族 我们从看脸型能看得出来的 而那家人在历史上 也一直是一个被征讨 被屠杀的民族 被谁征讨屠杀呢 原来英国人占领印度的时候 那家人就反复的被英国人征讨屠杀过 先后十次嘛 基本上属于是一种抵抗 争取独立 被镇压 这么一个反复的过程 等到后来 英国人离开了印度之后 紧跟着就是印度人 又想对那家这些部落 进行反复的征讨了 印度人的习惯是什么 就是英国人当初拥有的一切特权 英国人走了以后 我都要获取 所以我们看到印度人现在思维方式是什么 当年英国人在西藏有特权 那么我今天印度也想在西藏有特权 当年英国人在那家族那儿 进行了大量的屠杀统治 那么现在我也要进行屠杀和统治 所以从四七年到五几年 那家族跟印度政府之间的冲突 也没有少过 也爆发过这种争取独立的战争 最后当时那家族 人少了是单 肯定是败了 发展到今天 很多那家族现在心态跟老一代也不同 那么文化如此 这是一个很彪悍的民族 也是一个猎头族 那是要砍敌人头颅 要挂在家门口的 谁家砍的头多 谁是部落首领 像当年砍的英国人头 印度人头可都不少 那样的人才能当上一个部落的首领 但是现在这帮年轻人可能分了三类 有一类还继承了祖宗的一致 就是争取要独立 坚决反抗印度的战领 那么还有一批人觉得就是安于宣赵了 我也觉得自己反抗无力了 但是我又不想服从印度人 反正我就在这种小环境生活 不跟印度人来往 但是也不主动挑战 还有一批人就跟印军上尉是一样的 为了让自己能够融入印度的所谓主流社会 为了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衣食无忧的 不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 现身主动投靠印方去当印军去打仗 加上他们本身有彪悍 也有战斗的这种习惯 所以印度人拿他们也跟使用印藏部队一样 往前送当跑回 只不过就战功之后给你个奖章 实际上这些那家人 真正能够获得印度社会的主流地位吗 也获取不了 那么这么一种发展的格局 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类似我们熟悉的一些人 你比如说当年抗战期间 有些中国人也跟主流不一样 当年很多中国人坚决是抵抗日寇的 也有一批人麻木不仁 反正我也不抵抗 我也不服从 另外又一批中国人 就是当了汉奸的那一批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那家的这个印军上尉 何其类似 为虎作仓 他还能记得那家祖先怎么跟英国人 怎么跟印度人战斗的 而时至今日 中国大陆我们是看不到多少这样的人了 如果我们再往外看一看 看看台湾岛上有没有这样的人 恐怕这样的人还不少吧 因为岛上现在还有很多人 在经历过日本统治时期之后 曾经被日本人屠杀过之后 他们想的是什么 到现在确确实实还有不少人 觉得日本人是侵略者 比如说现在这个绿营的人 包括一些台湾人 称绿营的那些政客 叫做日趋 就这帮人还是对日本人有仇恨的 但是呢 也有一批人 对那个二战的历史 对这个日本占领期的历史呢 也是那种不闻不问 反正我过好现在的日子就行了 麻木不仁的 但是也有不少台湾人 一说起日战时期啊 就津津乐道 把自己当成了日本的子孙 跟这个那家的印军上尉 何其相似 苏联望祖啊 这个四个字啊 用在这些人身上 不管是这个那家上尉也好 还是这帮所谓的这个台湾的某些人也好 我觉得都非常合适 对于那家族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仇恨他们 他们也是一个被印度反复屠杀 和凌虐的民族 我们只希望有朝一日 更多的那家族人能够醒悟过来 自己的祖先当初是怎么斗争的 至于台湾那边 那些个不断崇拜日本的人 我们也只能等着 让他们看一看 他们所崇拜的对象 逐步走向失落以后 他们还能崇拜谁 好 关于中印边界 那张东方面孔到底是什么人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